中華健婚教為了要選擇過年期間 處女路由的交通安全 並且經營紅衣、煩炸片、火車 處女安全以及家共重要座立安全的維護工作 在中華會車站 基盤警察寶寶快山舉牌送紅包錄的活動 就有大型的警察寶寶 去營養很多民眾 以家共選擇以防犯罪 和交通安全觀念給民眾 讓大家都可以快樂和過年 大型的警察寶寶一站出來 馬上就欣賞大家的願望 婚婚過來跟警察寶寶來那些留念 妹妹看這裡 妹妹看前面 中華健婚教為了要選擇過年期間 處女路由的交通安全 平車進行紅衣、紅衣、煩炸片、火車 和全家處女處女安全 以及家共重要這裡安全為何工作 所以特別在中華會車頭 基盤警察寶寶快山壓白 花上紅包都要換刀 用輕鬆的方式 來進行交通安全 環墜以後 為民服務和家共重要這裡 安全為何工作 讓大家可以快樂和過年 謝謝 因為後面有一個QR Code 是一個創新作為 大家如果掃QR Code 可以連接舉家外出的報案系統 方便大家幫我們做一個宣答 我們是彰化警察分局 新的一年又到了 很高興在111年加強重要節日工作 期間1月24日22時起 至2月7日24時止 那為期15天 那三大主頭的部分 是治安平穩、交通順暢 以及民眾安心 警方在提供舉家外出、護鈔等 多項的衛民服務工作 那請民眾多加的利用 那在這裡也呼籲 大家春節出遊 要注意交通安全 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超速 不要寵紅燈 也不要酒後駕車 才能平安快樂的過好年 警方也鼓勵 現在是年中月價的跟春節旗艦 參與喝酒的高峰期 所以代理家宿、吉典家宿 不要酒後駕車一定要特別注意 當時也強調 警方會恥促強 就一行處地酒後駕車勤募 希望要喝酒的面臨 千萬五湯違法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